大家好,这一段是陆济关于战后香港二十多年的情况 就是关乎香港房屋居住的演变 当然这些房屋的演变主要集中在所谓一般来说的供应房屋 所谓形成《战后香港社照》 这些资料是来自余振宇的书 他们制造了几个图表给我们好好参考 知道战后的供应房屋是一回什么事 这个可以让我们清楚了解 首先大家会看到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你会看到一些以华字做村的 以及一些是用文字做村的 当然另外有一些独立的名字 这些村落是什么呢? 我们称为这种平房屋 在香港供应房屋里面来说 那些人很少注意到这一部分 一般看到我们是秘密房屋 但其实就是说战后香港容易出现的房屋 就是曼山片野那种 其实是木屋来的 木屋、铁鼻屋 很容易着火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香港政府参与 和志愿机构参与其中提供的居住 居所的状况 就是现在表列的那种 这种我们就叫做平房屋 cottage 平房屋 举个例子就是 印港的华字杯 文华、福华、建华、兴华 另外就是有些文字杯 字文、为文、公文、村、政文、生文 于是乎这个字的堆砌就是华文 当然就是有另外的村的出现 包括了何文田村 老虎岩有博爱村 和北角有健康村 你留意北角健康村的村字 和屋苑的村是有所不同的 北角也曾经出现过 这一类的平房屋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除了我们看到万山遍野的屋区之外 其实香港政府 就是有规划这种平房屋 作为城市居住 当然这种平房屋 就是有另外一些形式不同的 是在香港的历史间出现过 有一些是为了搬迁而做安置的 提供的平房屋 包括了建石壁水塘的时候 有一些搬迁去荃湾 比如关门口村 石壁村那类 这个名单这里是没有的 也有船湾淡水湖 除了安置出大埔的六香之外 其实三门仔 那些也是属于村式的平房屋 也是有安置出大埔的部分 那所说的平房屋 那这里就是有一张清单 那你就会见到 有了数字 平均提供了住户 是七万多至八万多的日口 但是当然这个数字 就是没有了前期的那些 就是说我们要追溯 究竟香港政府 什么时候开始 是有这类的平房屋供应呢 究竟是1947、48、49、50、5152 是哪些呢 那些的平房屋供应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里的表是提供不到的 这里最早给大家看的就是1954年 那这些村落 是分了地区给大家知道 那包括了柴湾、老虎屈、健康村、掃坎埔和摩星嶺 牛头角竹园、东头、石山、河文田、大坑西、麗芝角、大窝坪 新界区也有大窝口、条颈嶺和水牛嶺 这样的情况 很明显有些地方是给不到早期的数字 这个就不代表它前期是没有在 我举个例子 条颈嶺大家都知道是很早的 1950年就开始有 但是它给出数字的时间就已经去到1964年了 这种情况我们要基本上清楚理解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平房屋的村落 都是早期还要提供了一部分人的居所的机会 但是我们留意这些居所的居住环境 其实只是比这些居居好 通常这些居所只有独立的电力 但是没有食水供应 没有去水设备 他们要去公共厕所、公共浴室 而另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煮食如何安排 所以一般家里都要去水桶 要担水进入家裡 用来清洗或者煮食用 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当时的平房屋 我举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 譬如说 何文田京士帕 你能看到 随时住了两万人以上 就是多的 差不多是接近三万人都有 但是何文田京士帕 这些地方是一陪什么事 大家也知道 前身全山头都是坟墙 全部都是坟墙 只不过利用了旧坟墙的地方 而建成这些平房屋 给香港人居住 那你就可以想想 这种状况是多么不堪 这些平房屋 全部在这里 给不到时间 是什么时候清拆 今时今日这类的平房屋 大致上都没有了 应该基本上都没有了 如果大家认识到 还有的 你告诉我 这是没办法 望卖所知 今时今日已经清拆了 但是一直维持着 香港居住人口的百万 你也知道这个角色是有个重要性 好了 另外再看一个数字 这类不是平房屋 我们叫做 骰子大厦 骰子大厦 其实骰子大厦 也不一定这样叫 可以先叫安子大厦 安子和骰子是 概念上有所不同 但是执行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相似的 究竟是安子和骰子 未必绝对可以清楚知道 原因很简单 有些居民能够住到这些多层大厦 原因是因为意外 通常是火警被烧了 即是烧了他们的屋 要做安置 另外一些是因为他们在木屋居住 或者是在一些村落 过往的村落 政府要收地清拆 来腾空的地方建屋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要做清拆 而这些清拆行动 他们就会获得一个 所谓骰子的机会 这种就是 如果你严格要分 就是这样分 但是那些楼 可以同时用来做骰子 可以做安置 所以过程之中 就是先叫安置区 后来叫骰子区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看看 除了石杰美一个例外 就是临时房屋 这个其实所指的是 石杰美因为大火之后 建的包零平房是两层 试过做临时房屋 所以一段时间很多人 可以住三万多人 但是很快就清拆 藤回地方 继续建安置区 这些地方 然后呢 随着时间 五百年 就出现了 那些黄大仙老虎鸭 慢慢 六零年 就在观塘 在导谷那里 那里有出现 这样的时间 然后就慢慢 发展上去 就是黄大仙那些 接着就起横头坑 潮云山 接着观塘 就出现了 这些 修和平游团客蓝田 不同时间 就出现了 这一类的 安置大厦 骰置大厦 好了 那为什么特别欧压 这些来讨论呢 就是说 刚刚刚说的 平房屋的居住情况 那这些呢 就是多层大厦 主要都是七层的 那七层呢 就是 不会起电梯 就是七层大厦 就不会起电梯 而且 他们是 只是有 一些单位 一般来说 只是有 电力供应 没有水 没有去水 没有去水的原因就是 工程上的减省 因为如果 你每一户都要有 供水设备和去水设备 要排污的话 工程时间就会长了很多 而 没有了这些设备 工程的时间就快很多 当初政府急就将 这些多层大厦 就快点起 快点供应 大家知道有些 起上来的时间 根本上就不用一年 就是说 一平整个土地 一起 搞定 不用一年时间 就有单位供应 那你就想想 石杰美那种情况 1953年12月烧了 12月烧了 54年10月就已经有单位给人 那你可以想想 这个建筑期多快 但是换来的代价就是 OK 没有食水供应 没有去水设施 没有排污设施 那些人用水 就是要去楼的中间地方 一个集中 所以就是有公厕 有公众浴室 有洗衣服 那些人要拿水 回家煮食 而没有去水设施 就是回家煮食 家里也没有厨房 通常就是要做一个铁笼 在自己门口 所以那些走廊 那些走廊 那些通道 就要预一半的闊度 就是用来做这个铁笼 用来装煮食用具 那些人就要在门口煮食 那些人就要在门口煮食 那洗澡就要去中间那里 去公共浴室 从什么时候去洗手间都要离开自己家 走出去走廊 才可以去洗手间 就是这种状况 但是后来的洗济大厦就好了 就开始有厨房去水了 都是紧黏预遇 煮食就可以放在家 但是厕所也是要用公价的 要出去外面 就是一个简单的改变的措施 就是这样 到后来的廉租屋的出现 才可以说那些单位 就是有独立的厨厨 电力供应 之前是没有的 你可以想想那种情况 但是无论如何 这里的供应 到了1967年为止 都已经可以给到八十几万人居住了 大家可以想想多么重要